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是演一个大学教授 郑绸宇 郑文化教授 我自己针对这个剧本 重新詮釋 其實完全沒有參考鄭愁瑜先生的那個 人物個性 反而比較多是 鄭愁瑜先生念詩的聲音 他是一個比較 責善固執 然後正義感很強 愛學生就像愛自己的兒子一樣 因為我現在自己有時候也教學生 但有時候會看到真的很有才的 人的時候就會 特別珍惜 因為你會知道說他很年輕 他經歷過的過程他你自己曾經也經歷過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你可以多一點 給他多一點幫助 是他你自己年輕的時候沒有獲得的幫助的話 或許他會 走得更 清晰一點 就像是剛好 CUT